我被老板安排加班 谁知突然爆发丧失病毒 我被困在办公大楼 庆幸的是大楼里有不少物资 十楼复食 十一楼野外登山装备运动鞋包等 十三楼杂货 有牙刷牙膏洗发录等等 不幸的是这些物资除了我之外 还有别人也在觊觎 年底老板要求留下几个人加班 我被同事魏娟推了出来 排班表从年前一直排到了初五 不干就得滚蛋 看着同事魏娟得意的嘴脸 我恨不得撕烂他的脸 本想着弄完手头的工作就走 结果连续加班太累 不小心睡着了 睡得正香 忽然被外面一声巨响吵醒 睁开眼睛看向四周 整个办公室就只剩我一个人 这时楼下忽然传来碰的一声巨响 我连忙跑到窗户边往下看 发现大街上一片狼藉 火光四起 人们在疯狂逃窜 一个打扮精致的女孩 跑着跑着忽然被一个壮汉扑倒在地 如野兽般抓烂了女孩的衣裙 就在我感慨 这人如此不要脸 拿出手机准备帮女孩报警时 壮汉对着女孩雪白的脖子咬了下去 撕下一块血淋淋的肉 我被这一幕吓得呆住 这时我又看见另一个人的肠子 被声声拽出来 被人大口往嘴里塞 吓得腿一软转身就吐了起来 大街上的人们开始疯狂尖叫 情况愈演愈烈 手机上全是未接电话和信息 某信直接干到九九家 群里到处都在说这件事 有的群聊着聊着就没有下文 一种不知名的病毒正在迅速扩散 感染者会发生严重变异 一旦被感染者咬住或抓伤 就会感染这种病毒 广大市民非必要千万不要出门 一则新闻播报忽然跳了出来 我猜这是电影上的末日来了 可我现在什么准备都没有 有电话打交打进来 我哆哆嗦嗦地拿起电话接听 喂 电话那边传来姐姐的声音 声音特别着急 死妮子 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跟你说外面全乱了 你还待在公司部 现在千万别出来 我 我让你姐夫开车去接你 我还没开口 姐姐就匆忙挂了电话 良久我的大脑才又空白转为清醒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自媒体公司 专门搞直播销售的 老板当网红赚了钱 直接买下了市中心的一栋楼 搞起了专业直播带货 临近年关 老板想大赚一笔 让合作商送来不少货物 虽然卖出去大部分 留下的也不少 从用的到穿的 再到吃的 堆满了大半个库房 吃的东西在十楼 我快速外面跑去 当看到电梯在往下运行时 我意识到 这栋楼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 这个人这时候下去干什么 万一他打开门 把丧尸吸引进来怎么办 我来不及思考 转身又往楼下跑 我要去阻止他 楼道里除了我之外 还有别的脚步声 我愣了一瞬 后面人赶上来 没做停留 我也继续跟着跑 来到楼下 销售部的赵姐 正在用力砸玻璃门 大门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一把钢锁被锁住了 街道上的丧尸 闻声朝这边过来 聚集在门口 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开始撞门 门上被抓出道道血印 血腥味从门缝里飘了进来 令人作呕 有人先我一步 把赵姐撞开 赵姐倒地 爬起来继续朝门口冲 这时又从楼上冲下来三个人 两男一女 跟我一起把赵姐给摁住 男的看着外面的情形 默然愣住了 瞳孔放大 赵姐甩不脱我们 急吼 放开 你疯了 这门不能开 要是平时被他这吼 我们真就松手了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赵姐还想拿他平时 作为作福那套命令 我们已经不管用了 生死面前 天王老子路过 都得挨两巴掌 大门打开 丧尸涌进来 谁也别想活 我们怒气直上升 用了大力气 任凭赵姐劲 再大也难以挣脱 同事赵磊一巴掌 打在赵姐脸上 赵姐哭着求我们 我女儿一个人在家 她才八岁 我必须得出去 赵姐说自己跟丈夫离婚 独自抚养女儿 平时对大家严厉 也都是她装出来的 就是怕被人欺负 求你们 让我出去 四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一个人 走到另一边的玻璃门前 敲起了门 等丧尸被吸引走 我拉起赵姐 把她从门缝里推了出去 这时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 大厅还剩五个人 分别是我 同是赵磊 同是郭伟 新入职的女同事李晴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想变成怪物 李晴小声开了口 人长得小小的 脸圆圆圆的 非常清纯可爱 这时赵磊拍着胸口说 会保护她 我皱起了眉 赵磊仗着自己有点资历 公司里但凡 长得漂亮点的女孩子 都被她骚扰过 李晴似乎也有耳闻 目光看向我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女生 我没法拒绝她的求救 不用了 我们会自己保护自己 说着我就要拉着李晴离开 郭伟忽然指着 刚才愣住的人问道 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是谁 大厅里现在有五个人 我 李晴 郭伟 赵磊 还有一个我们 谁也不认识的黄毛 一开始 我都没怎么留意她 直到郭伟问 我们才都看向她 黄毛这支吾吾解释不上来 最后说自己快运步的 郭伟皱下眉 物流早就停了 员工都放了假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黄毛答不上来 见我们都盯着她 忽然转身 越过打卡机 往楼上跑 或许是被我拒绝 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赵磊第一个追上去 看得出她是谋足了尽的 我们为了弄清楚状况 也紧随其后 黄毛速度很快 眨眼就不见了 我们始终慢一步 被落在后面 突然 我们听见一声惨叫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发现赵磊躺在地上 胸口插着一把刀 人已经死了 旁边还有掉落的金银首饰 郭伟只看了一眼就说 这些人可能是趁着年关 以为公司没人 进来偷东西的 他又说 对方还可能有同伙 赵磊经常健身 黄毛身板销售 不可能这么快就把人给放倒 我们立即神情紧张起来 他们连人都敢杀 恰逢末日 怕实在无顾及 如果撞上 我不确定 我们三个能打得过他们 跟我走 我说道 去哪 找吃的 外面现在乱了套了 我们被困在这里 可能一月 也可能一年 谁知道呢 必须保证自己能活下去 没有物资 就算不被丧尸咬死 也坚持不了多久 我继续说道 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我们必须得先把东西抢到手 而且还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被他们找到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地方 这栋楼总共20层 一楼大厅 2到5层负责打包运货 6到15层 一半是仓库 一半是直播室 16层是公司食堂 17层是员工休息室 18层是主播培训摄影室 19是办公室 20层是老板的私人休息处 有单独的直搭电梯 是这栋大楼最安全的地方 只是得要密码或刷卡才行 吃的东西在10楼 我们来到10楼 我先让他们 把里面货架上的东西 搬下来找东西装好 我准备去老板的办公室 找找有没有卡片或密码之类的 先拿能果附的食物 还有饮用水 我区区就来 把门底上先找东西防身 除了我 谁来也别开 我坐上电梯 来到老板办公室 到处翻找 书架 抽屉 沙发缝隙 只要眼睛能看见的地方 都找了个遍 就连老板用的水杯底下 也被我拿开瞅了一眼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办公室都快被我翻烂了 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没有密码 没有卡片 极致的心交后 我慢慢冷静下来 我开始思索 还有没有别的逃生路 一瞬间脑海中 转了无数个念头 都被我否定 思考到最后 我所能确定的是 为了大楼里的物资 我们一旦再碰上 肯定会与死网破 就在我心灰意冷 准备放弃的时候 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只是我不确定能能行 在冷静思考后 我决定找郭伟尝试一下 他是程序员 说不定能破解密码 我来到楼下 将事情跟郭伟一说 郭伟觉得躲在二十层 是个好主意 当即行动起来 郭伟在倒过了半个小时后 还针结锁了密码 我们三个一起行动 我跟李晴在楼下 把吃得跟喝的搬进电梯 郭伟在二十层接应 我们分工合作 这里面有米面凉油 全都是直播剩下的 品质上层 目前每样东西数量还不少 够我们吃很长时间 只是光有吃的还不行 还得有水 我把目光看向办公室 每层楼都有饮水机 除了饮水机上面的水 还会有备用水桶 李晴望风 我跟郭伟乘坐老板私人电梯 上上下下的跑 收集这些水 我还在员工工位上 找到一把水果刀 用来防身 我们从十点半 一直忙活到凌晨两三点 最后都累得不行 李晴想些些 我拉着他继续搬 你要想想 要是没个食物和水 我们迟早会饿死 现在多努力一分 就会多一些希望 你也不想被饿死吧 现在不多搬点 到时候被那些人发现 我们想搬也搬不成了 万一食物吃完饿肚子 难道你要用身体跟他们换 李晴瞪大眼睛 浑身打了个冷战 咬牙继续搬 搬不动就在地上拖 拖也要把东西拖到电梯 我们几乎要榨干身体里的每一份力气 最后我们连架子上的保健品都搬走 好在这一过程非常顺利 那些人一直待在五楼以下 没上来过 可能还沉浸在寻宝中 又或者是他们对这栋楼不了解 不知道楼上有吃的 我气还没喘云 我姐再次打来电话 小妹不是暴乱 是怪物 他们 他们都是变了 姐姐声线颤抖 听得出他吓坏了 姐夫没事吧 我问 方才一直忙着童物资美想起来 此时我赶忙问起姐夫的情况 他要真是因为 姐我出了什么事 姐姐一家人该怎么办 姐姐平复了一下心情 心有余悸地说道 你姐夫没事 就是暂时出不了门了 你一个人在公司没事吧 父母去世的时候 我只有八岁 跟姐姐相依为命 他为了供我上学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 出去打工赚钱 我就自己在家照顾自己 十年前 姐姐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结婚不久 我姐夫老家拆迁分了几套房 在大城市安顿下来 生活有了好转 我毕业后 就来到了姐姐的城市工作 姐 我没事 你把门关好 暂时别出门了 要是被咬到 就会发生失变 要是有人感染 你可得离远点 对了 你家里囤的有吃的煤 这事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这不刚好过年 家里准备了不少吃的 还有准备过年 走亲戚的礼品 够我们吃两三个月 你呢 你有吃的东西没 姐话说话时 传来她婆婆的背景声 能吃多久还不一定 要不你就别吃了 把你那份剩下来 正好我还嫌不够 这话让我心里觉得有些不舒服 隔着电话 我也不能跟她吵起来 对姐姐说道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这里啥都有 你要保重 随时联系 自从有钱后 我姐姐的婆婆 对我姐姐的态度就变了 经常阴阳怪气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有工作后 就在外面作了个房子住 楼下恐怖的事情还在上演 低沉的嘶吼声 让人心里发毛 以前大年三十人们 会在家做饭 一大家子围在一起吃晚饭 看春晚 近些年春晚表演节目 越来越让人失望 加上一些年轻人 都不太会做饭 大家都去外面饭店吃 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了 街上依旧人流如枝 也因此大部分人都没逃过去 城市沦陷 车祸连连 许多大楼被炸毁 浓烟四起 人心惶惶 我们太累了 郭伟躺下就睡着了 李琴说自己睡不着 喝醉 我感觉跟做梦似的 闭上眼睛 想到那些死咬的画面 我就睡不着 安心睡 李琴点头 闭上了眼睛 我睡过一觉 精神还好 还不怎么困 我们没有开灯 借助外面的火光 打量整个空间 如此大的空间 能站得全都堆满了物资 一面是卧室 厨房 客厅 另一面是高尔夫球场 和台球桌 跑道 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我还在书房里 发现了监控 电力还没有断 从监控画面中 可以看到那几个人 还在拆包装 沉迷寻宝中 不可自拔 神色兴奋 我一夜没睡 外面的声音也响了一夜 直到天蒙蒙亮 才眯了一会儿 醒来后 屋子里开着空调 李琴跟郭伟 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吃着牛排 他们慷慨地开了所有会员 反正钱也花不出去了 趁着还能用就用了 不过也仅限于此了 何岁 你醒了 我去给你做饭 李琴从冰箱里 拿出新鲜牛排 走到开放式厨房 给我捡起了牛排 牛排被捡得滋滋作响 香气肆意 我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没一会儿 李琴就煎好了 牛排端到我面前 还贴心地给我递来一副刀叉 我自己起身拿双筷子 野猪吃不了细糠 有红酒你喝吗 李琴笑着调侃 我摇头 叫他们也别喝 说待会儿还有东西要准备 啊 还要准备什么 李琴一脸苦笑 看样子他是累怕了 从昨天半夜开始 胳膊腿就一直疼 我指着牛排说 你现在还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 是因为还有电 一旦停电 就只能吃干的 我们要找找有没有炭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跟风 喜欢围炉煮茶 我在六楼见过炉子 我想这栋楼里肯定会有煤炭 我们得想办法弄点煤炭 郭伟担心楼下的杀人犯 说就算现在断电 咱们还有自热锅 他们找不到吃的就会离开 不如等他们离开之后 我打断了他的话 一旦断电 电梯和监控都不能用 我们会被困在这里 所以要早做打算 趁着现在我们有监控 我们可以趁他们休息的时候行动 走专用电梯 等他们发现 我们也已经把东西搬进来了 两人听了我的话 老老实实点头 我又指着游泳池 趁着还有电 把游泳池给放满水 以后会用得着 郭伟一拍大腿 对呀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笑他 技术上面的事情他在行 生活上的事情还是我在行 姐姐出去打工后 都是我自己照顾自己 凡事都得想周全了 行动之前 我们从监控里看到 他们三人还待在三楼呼呼大睡 李晴用手指着画面上的某个地方说道 这里有蔬菜种子 要是我们能弄来就好了 楼顶就是花园 咱把那些植物给拔了 可以种菜 不然天天吃快餐食品 早晚会腻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 当即就行动起来 我跟郭伟去找物资 李晴留下盯着监控 一有动静就给我们打电话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们先是来到八楼 打包羽绒服跟棉被 正值寒冬 天气预报说 这几天温度会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 毕竟现在是冬天 断了电池后屋子里非常冷 没有棉被和保暖衣物会很难熬 六楼是电器 七楼是布衣 八楼衣服 九楼是运动器械 十楼复食 十一野外登山装备 运动鞋包等 十二楼珠宝玉器 十三杂货 牙刷牙膏洗发露 卫生纸 卫生巾等 十四化妆品 十五宠物用品 零食 猫粮等 接下来要去十三楼碰碰运气 结果很幸运 我们不仅找到了煤炭跟炉子 还有牙刷牙膏 卫生纸等日用品 有多少 我们就搬多少 顺带还拿几个砂锅 跟不锈钢锅 带蒸笼的那种 觉得停电后 肯定能用得着 我们正搬着兜里的电话 就想了起来 是李勤打来的 说黄毛三人已经睡醒 现在正挨个楼层找吃的 叫我们快回去 电梯到十楼了 你们快点 李勤声音焦急地催促 郭伟扛起东西喊撤 我也不敢耽搁 立马就走 小夫子时忽然隐隐作痛 大姨妈这时候来了 忽然忘了拿卫生巾 我叫郭伟先进电梯 又转了回去 找到卫生巾 抱起箱子 就往私人电梯跑 刚来到外面 就听见叮了一声 紧接着传来传来 脚步声和说话声 我快速躲进楼道 他们经过的时候 在辽水找到的贵重物品多 又说现在回不去了 不如就在这住下来 说肚子饿了 先找点吃的 吃饱找到剩下的三个人 男的杀了 女的留下 从说话声判断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 除了黄毛 还有一个被叫做刘哥跟周强的 私人电梯跟员工电梯 不在一个处 我趁他们进仓库的时候 跑向私人电梯 跟郭伟一起回到二十层 李晴见我们回来 大大松了口气 没有拿到菜子 等找机会再下去一趟 李晴笑着说 现在是冬天 离开春还得两个月 不急 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 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因为来了 大姨妈肚子不舒服 一连休息了三天 期间李晴变着法的给我们做饭 食堂有煤气罐 有机会也可以搬上来 她提醒道 我觉得这想法不错 默默记下了 吃完饭 我来到书房 查找那几人的身影 发现几人到了八楼 对着空荡荡的 货架器的暴跳如雷 黄毛在地上 捡到一颗散落的地瓜干 偷偷塞进了嘴里 刘哥 咱们咋办 我肚子饿得厉害 咱找到的这么多珠宝首饰 也不能当饭吃 刘哥恶狠狠地说道 他们肯定就在这大楼的 某个地方躲着 给我把他们找出来 三个人分头行动 乘坐电梯 进入各个楼层 开始地毯式搜索 黄毛在搜索一个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员工工位上有吃的 就拿起来找个地方 躲起来享用 还好我们抢先一步 把所有吃的喝的都搬走了 郭伟跟李晴 不停夸我有先见之明 转过头又继续看电视去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不是查看监控 就是拿着从书房找来的望远镜 观察外面的情况 发现下面的丧尸 行动缓慢了许多 也少了很多 可能跟天气寒冷有关 他们现在算是死人 体内的血液跟水分会被冻住 导致肌肉僵硬 行动迟缓 我把泡面碗扔下去 发出的声音 惊动了几个丧尸 转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速度也只比刚才快了那么一点点 跟蜗牛有的一比 末世第六天 因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拿着棍棒冲进对面的超市 很久都没有出来 等再见到他时 已经变成了丧尸 手里还仅仅攥着一袋婴儿奶粉 眼神会败空洞 末世第十天 小雪 一位中年男子 带着自己的女儿 抢走了男孩手里的奶粉 男孩张开嘴被男人狠狠一脚踹在了腿上 直接踹断了男孩的腿 末世第十五天 大雪 先前逃走的妇女 变成了丧尸追咬一个青年 青年回头一棒下去 男的剩下半边脑袋 女孩在父亲倒下后 扑向了青年 末世第二十天 多云 不远处的一栋公寓楼 一名妇女怀抱婴儿 越过了八楼的栏杆 然后纵身一跃 末世第二十五天 情 逃出来的宠物猫狗 走上了街头 一只宠物猫 在一只丧尸脚边来回蹭 发出喵喵的叫声 末世第三十天 情 锻炼十天了 电视跟手机成了摆设 书籍成了我们 打发时间的重要项目 偶尔也会打打台球 高尔夫 逃跑步 锻炼锻炼身体 这天是个难得的晴天 我跟李晴 躺在楼顶游泳池 边的躺椅上晒太阳 阳光照在身上暖痒痒的 李晴看书看乏了 拿着望远镜四处查看 突然指着楼下喊我 我走过去 接过望远镜 低头查看时 望远镜那头出现 两男一女两个身影 女的正式公司排班的时候 把我推出来的未娟 一个月不见 整个人大变扬 从之前的光鲜亮丽 嚣张跋扈 变得灰头土脸 低声下气 他带头朝公司这边走来 回头招呼俩男的跟上 然后用手指了指 里面回头跟男的说着什么 男的却粗暴地推开未娟 走上前 从包里拿出一把钳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李晴紧张的脸都白了 问我怎么办 让我赶紧想想办法 我回头指着我们喝完的罐头瓶 示意李晴拿过来 李晴会议 小跑着到凉亭那儿 爆来罐头瓶 我抓起一个就往下丢 三秒后 罐头瓶落地 发出碰了一声巨响 瓶身爆裂开来 楼下三紧张的人 被心惊肉跳的死亡之音 全身覆盖 正常温度下的丧尸速度 可是快了不少 一瞬间 商店里 超市里 汽车里 居民楼里的丧尸 发出低吼声 三人面色僵硬 脸上的血色 瞬间退了干净 魏娟仰起脖子 我不慌不忙地抬手 跟他打个招呼 李晴拿了个玻璃瓶 伸出墙外松开了手 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 吼吼吼 跑 拿钳子地喊了一声 把腿就跑 一转身发现 已经被丧尸包围 下面很快传来惨叫声 惨叫声很快 又淹没在一片低吼声中 直至没了声息 湿巢散去 地上只剩下三副血淋淋骨架 以及散落的碎肉 和一滩血水 不知不觉又到了中午 李晴说要给我们做包仔饭 下去让锅尾把烤炉给扒了上来 电虽然断了 但我们也找到上下的方法 私人电梯可以直通楼顶 走外面的楼梯 也可以到达楼顶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随意出入上下 点燃炭火 摆上砂锅 淘米下锅 煮了一会儿后 再把切好的香肠 火腿 泡过的海虾 香菇一次放进去 马放整齐 继续小火炖煮 我今天特别有食欲 我要吃两碗饭 李晴比我笑得都开心 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被未捐给抢过男朋友 楼里的那三个 现由WX胡八市提供全文 再怎么样了 我问郭伟 郭伟说 还能怎么样 整个办公室的东西 三天前就被他们翻完了 楼下快递能吃的 也都给拆了 现在估计已经饿得前胸踢后背了 李晴插嘴 那咱们要不要把他们给解决了 他现在双目炯炯有神 整个人处于兴奋状态 丝毫没察觉 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再观察看看 现在摆在黄毛三人面前 只有两条路 要么打开大门出去找吃的 不过依我看他们 宁愿饿死 也不愿意出去 第二条要么饿死 要么就是继续找我们 这一个月 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寻找 但都一无所获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除了吃饭 就看看书 打打台球 看看电视 困了倒头就睡 跟日常宅家没什么区别 网络停掉之前 手机上接到的最后一条信息说 政府正在采取措施 消灭丧尸研究疫苗 让大家保护好自己 如果有机会留下记号 等待政府救援 我们三个收到消息后 也想过 要不要在楼顶留记号 还没等我们商量的结果出来 就看见了那些留记号的人的下场 有时候等来的 可能不是援军 而是那些还活着的人 断电后 我们把产生的垃圾和排泄物 收集起来扔出窗外 我习惯了整日忙碌的生活 突然闲下来 还有些不适应 李琴就说 除了外面的丧尸 跟那三个人让他不安外 他挺想一直过这样的生活 郭伟跟我一样 都是因为加班留下来 他身上背负着车贷房贷 妻子离婚 孩子归他 还有学费跟日常开销 压得他喘不过气 出事之后 他第一时间联系在乡下的父母 得知村长带着大家 全都躲到了高山上的寺庙 他也就放心了 李琴却是怕回家被催婚 还有他讨厌回去之后 邻里亲戚之间的攀比虚荣 宁愿一个人待在出租屋 也不愿回家过年 我们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种生活很容易消磨人的斗志 不过危险又无处不在 我们在刺激中寻求一片安静 末世第31天 我们正在屋子里 吃着香喷喷的饭菜 门口的电梯忽然有了动静 我们跑到门口 一根撬棍从打开的缝隙里伸了进来 我转身去厨房拿刀 李琴拿两根高尔夫球杆 将其中一杆递给锅尾 自己手里攥了一个 对方透过缝隙也看到了我们 嘴角露出凝笑 原来你们躲在这儿 真是叫我们好找 刘哥透过我们看到客厅的吃的双目冲血 大放厥词 我他妈爱百分号信号警号 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你们给我等着 等我进去非把你们大谢八块 李琴不甘示弱 他已经不怕了 面目争鸣道 谁死还不一定 电梯门撬开的一瞬 我们三人先后冲了出去 一通乱打乱刺 毫无章法 没打几下 李琴手里的棒球棍 就被他们劈手夺去 反朝我们打来 步步逼近 我拉着李琴后退 肩膀接接式式挨了一棍 疼得我呲牙咧嘴 起了杀心 一刀下去 插进了刘哥的小腹 李琴这时端着一锅开水 对准正跟郭伟打架的周强泼了出去 周强被烫的哇哇叫 被郭伟一棍敲在了头上 一命呜呼 黄毛剑撞 转身就要逃 一头撞在电梯墙 李琴夺过手里的尖刀 从后面捕了一刀 至此三人威胁消除 我们打扫战场 准备把三人的尸体 从窗户扔出去 挪动尸体的时候 从他们身上掉下来不少好东西 这些东西在我们眼里 现在跟路边的石头没什么区别 倒是从黄毛口袋里掉出的钥匙 吸引了我的注意 一旁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用黄毛指纹打开 发现有许多未接电话 来自一个叫黄安华的人 黄安华正是我们公司的保安 仔细看发现 黄毛跟他长得有些相似 真相大白 我收下钥匙 把黄毛三人的尸体扔了出去 休息过后 李晴打扫干净血迹 等我们想起饭菜时 饭菜已凉 李晴说要再热一热 不过我没都没了胃口 李晴收拾了碗筷 把剩饭放好 留待下顿 危险解除 不如我们去楼下 把菜种子拿回来吧 李晴提议 我跟郭伟立即同意 待在楼上一个多月了 那就下去走走 电梯不能用 我们只能走楼梯 下来之后 先是闻到一股骚臭味 视线索急凌乱不堪 物品散落一地 到处都是排泄物 黄色的尿斑滋的到处都是 差点没把我们给熏吐 我们直奔五层 里面滞留的快递全被拆开 满地都是 无处下脚 墙脚传来阵阵骚臭 我们忍着恶心 将二到五层全部搜索一遍 找到不少菜种 还有许多米面粮油 调味品 花园馋等众多杂七杂八的商品 之后我们又去看了其他楼层 将能用到的东西 全部搬到了楼上 厨房的几个煤气罐 也被我们抬走 找到几个充电宝 算是奢侈了一回 洗完澡休息够 我们开始处理楼上的花园 将不需要的绿植统统拔出 砍的砍 砍的砍 三个人整整清理了五六天 才算清理完 疏松土壤 棋笼 种菜 浇水 湿粪水肥 不过数日 嫩绿的雅点就从土里钻了出来 比情整日精心护理 浇菜用的水来 我们收集的天上的雨水跟雪水 末日两月半 时间来到三月二十八 到春寒 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 温度达到零下 这天是姐姐的生日 距离我们最后一次联系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我有些担心起来 姐姐嫁人的时候 姐夫还只是个穷小子 结婚第三年 老家拆迁 姐夫家分了四套房 姐姐的婆婆态度大变 想到前几次跟姐姐通话 电话那边传来老太婆恶毒的话 我不由地担心起来 我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 把姐姐接过来 我找到一个高级运动背包 往里面装满了吃的喝的 就准备出发 我没指望李情跟郭伟会帮我 不好自己留下 挠挠头 也要跟着一起去 我表面上强装镇定 心里感激万分 就这样 我们在身上 手臂 腿上缠了一层又一层胶布 戴上围巾 套上登山头盔 脚穿雪地靴 身穿冲锋衣 戴上手套 只余两只眼睛在外面 手拿高尔夫球杆 腰里别着刀走出了大门 未绽三人的尸体 就横躺在大门口 已经风化成了干尸 胸腔被掏空 只剩下空荡荡的骨架 人心里不适 姐夫家在另一个街区 距离有公司二十里 平时上下班 我都是坐公交 或乘地铁 街道被抛锚的汽车 堵得水泄不通 我们徒步行走 脚踩在雪上 发出哑哑的声音 我们背靠背 摆出防御姿态 留心观察四周 雪下不时露出残枝断壁 整个城市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变得死气沉沉 一片灰败 到处散落着各种垃圾 被掩埋在白雪挨挨之下 这种路况一不小心就会打滑 李晴仰头看半天飘落的雪花 伸手去结石 踩到丧尸骨头仰面跌倒 一只丧尸从雪里冒了出来 张口被咬住了他的手臂 李晴吓得叫了起来 慌乱地挥动手臂 怎么也甩不脱 越来越慌 甚至感觉到死神在朝他招手 胸口一阵窒息 李晴 我跟郭伟急忙朝他跑过去 郭伟扶手挥干 一个用力把丧尸头给敲了下来 我拉起李晴的手臂 挽起锈管 看了半天没有发现伤口 应该是馋得交不起了作用 外面还有厚厚的冲锋衣 那一下只咬住了衣服 没什么事 别叫了 死不了 李晴睁开眼 知道自己没事喜极而泣 起身一脚 把丧尸的头给踩爆 让你咬我 让你咬我 姑奶奶我就是不死 我死不了 你就得倒霉 去死吧 末日让每个人都变得疯狂 让脆弱变得强大 让懦弱无限放大 最后反弹 变得无所畏惧 我们一路前行 遇到丧尸 除非我们主动作死 很显然 我们三个都不是这样的人 最后杀的累了 出了一身的汗 后面我们直观走路 遇到丧尸 能躲就躲开 半小时后 我们穿过一个街道 时遇到六个人拦路 对方一看就不好惹 你们包里鼓鼓囊囊 里面装的什么 为首的一个 穿黑色夹克的男人说道 他面无表情 眼神犀利 气氛紧张 李晴刚要张口被我按住 他现在脾气火爆 一点就炸 对方人多势众 还是不要惹恼他们 我们刚从那条街区过来 的确找到不少好东西 我随手朝身后指了指 跟他们说 那有一栋高档小区 这些东西 就是在那边小区里搜索到的 我们不想成为你们的敌人 只要你们放我们过去 我这些东西都可以给你 我取下背后的背包 放在地上 放松表情 表示我们不想跟他们开展 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 夹克男朝旁边平头男看了一眼 平头男走到我跟前 蹲下身检查背包 拉开拉链 里面装着几袋方便面 两盒饼干 两瓶午餐肉罐头 跟一袋锅巴 还有一包巧克力 跟两瓶纯净水 我死死盯着对方的表情 片刻后心里一凉 看得出他们对这些食物 不是很感兴趣 反而饶有兴致地 把目光投向了李晴 他留下 你们两个离开 不行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们三个必须一起走 夹克男邪笑一声 行不行 不是你说的算 对方一招手 另外五个人亮出了拳头 摩拳擦掌 眼神里放出邪性的光 我把手伸进兜里 放我们离开 他就不会想 不然就只能同归于尽 音响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是为了预防意外发生 比如遇到失潮 扔出去能拖延时间 没想到用到了这上面 丧尸在寒冷的天气 行动缓慢 不等于不会行动 一旦他们听到刺耳的声音 就会兴奋 最后只会越聚越多 就算你有一百人 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我见他们似乎不信 直接摁下来开关 瞬间响起刺耳的声音 四周立即传来 丧尸暴躁的低吼声 哑哑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关掉 快关掉 你个疯女人 夹克男脸色突变 想要上前抢夺 我直接后退 身后就是丧尸 我目视夹克男的眼睛 再次加大音量 目光平静地盯着他们 放我们走 不然大家就一起死 夹克男看着周围 包围过来的丧尸 眼神越来越恐惧 大骂我是疯子 郭伟出手 替我解决了身后靠近的丧尸 对方却没那么好运了 最后面一人 被拖入起来的丧尸给咬住 惨叫声震动人的耳膜 两只丧尸趴在他身上撕咬 被咬的人挣扎着 朝夹克男伸出手求救 快 拉开呀 你们还愣着干啥弟弟 夹克男第一时间跑过去 与丧尸搏斗 成功干掉那两个丧尸 跪在弟弟身边 看着鼓鼓冒血的伤口 嘴唇颤抖着 说不出一个字 给我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夹克男喊了半天没人行动 抬起头发现 丧尸已经陷入了丧尸包围圈 那些人全部在抵抗丧尸 根本腾不出手来 快走 我喊了一声 高举着音响 带着李勤跟郭伟两人 打开一条缺口逃跑 跑了有十米左右 前方被上百只丧尸挡住了去路 对不起 刚才我没跟他们两个商量 就做了一个那么危险的举动 差点害死他们 我觉得自己必须给他们道歉 一个小时前 我们遇到丧尸包围 情急之下 把音响打开朝后扔 跑进了旁边一家服装店 我们进来之后 立即拉下卷闸门 由于玻璃门已经被破坏 我们拖来一架 跟柜台堵在门后 听着外面传来的丧尸低吼声 我们面皮紧绷 死死地用身体抵住门 直到外面恢复平静 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身体软了下来 一口气松下来 我才觉得手脚在颤抖 不知是冷的还是在后怕 何岁 你刚才实在是太冒险了 我知道 当时我要不早点做决断 咱们三个不知道 还能不能在一起 郭伟道 你不用跟我说抱歉 这一路走来 要不是有你 我们可能早就死了 我一个大男人都自愧不如 休息了片刻后 李晴问我还有多远 我回道 快了 再有三十分钟应该就能到 我们逃跑的时候 我又顺手把包给抢了过来 拿出一袋巧克力 分给两人补充一下体力 嘴里泛起甜中带苦的味道 大脑神经才微微有所放松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打开卷帘门 走了出去 大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外面白茫茫一片 但这种雪存不了多长时间 等明天太阳一出来就会融化 我们踩着雪继续前行 碰到丧尸就出手解决 我们已经从一开始碰到丧尸 就心里不适的感觉中走了出来 再看到残肢断壁的丧尸 心里已经麻木 甭管他们生前是怎样的人 死了就是死了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这样 我不介意被人罩着脑袋来一下 我们多花了十分钟 终于来到了姐夫小区公寓楼下 进了楼道 我们变得小心起来 整个楼道脏乱不堪 到处都是血迹跟残肢 一股腥臭味直逼鼻孔 我们只好用围巾捂住口鼻 姐夫家在四楼 不是很高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门口 李晴跟锅为警戒 我摘下手套上前敲门 因怕惊动丧尸 所以我敲门的声音并不大 敲了好一会儿 里面才传来动静 门被打开 姐姐抱住了我 眼含热泪 小妹 你咋来了 她声音颤抖 俩月不见憔悴了许多 脸颊浮肿 脚步虚浮 走路颤颤巍巍 像个八十老态 今天你生日 我当然是来给你过生日 你怎么样 孩子呢 姐姐破涕微笑 笑着笑着又哭起来 姐姐还活着 我心里卸下了一个包袱 观察了一下房间 里面乱糟糟一片 姐姐把我们领进屋 关上门 一个苍老的声音沙哑的 从其中一个房间传来 何迈 你还是把你妹妹接来了 咱们都快饿死了 哪还有东西给他们 你叫他们走 别让他们把吃的抢走 快把他们赶走 都赶走 李晴跟郭伟脸上 都有些尴尬 两个孩子在屋里睡觉 听见声音穿衣服爬了起来 我从边从包里拿出吃的 边跟姐姐说要带他们走 我们那儿还有很多吃的 你跟我走吧 带上孩子 两孩子见到吃的 抓起就往嘴里送 包装都来不及拆 我怕他们噎着 赶紧拧开一瓶水递给他们 两个孩子一个八岁 一个五岁 都是男孩 瘦得不成样子 衣服穿在身上 显得空荡荡的 姐姐看到这一幕 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们已经断粮半个月了 就只剩下一点吃的 每天不过吃几粒生米 你要是再不来 咱们姐妹俩 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 我握着姐姐的手 一阵心酸 强忍着泪意问道 姐夫呢 我们进来有一会儿了 还不见姐夫的身影 姐姐指着一间 关起来的屋子 你姐夫出门找吃的被咬了 我们就把他给绑了起来 我安慰了姐姐几句 拿出口粮给他 你赶紧吃 吃完咱们就走 争取在天黑之前回去 姐姐把口粮分了一半给老太太 老太太见到 吃的两眼放光 再顾不上唠叨 狼吞虎咽起来 我们也各自拿出点吃的吃起来 吃完东西 大家恢复点体力 姐姐就去收拾东西 把孩子的衣服收拾几件就行 我那边什么都不缺 咱还是别耽误时间了 我怕时间耽搁得越久 等那会儿人折返回来 我们就没有好果子吃 姐姐听话照办 就只收拾了一个手提包 她回屋叫上婆婆 我不去 外面都是吃人的东西 哪有活路 政府的人不会不管我们 你爱死哪去就死哪去 孩子得留下 娃娃要跟她爸爸待在一起 姐姐苦口向劝 老太婆死活不愿走 良言难劝该死鬼 我走过去 把包里的吃的拿出来 放在老太婆床头 她既然想跟自己的儿子待在一起 就随了她 一切听天由命 没时间了 咱走吧 姐姐见劝不动 也就不再劝了 她可以不为自己 也要为孩子着想 姐姐走到关着姐夫房间的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说道 张铁军 我带孩子走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好他们两个 咱妈不愿意走 我劝不动 你们保重 虽然知道里面的那个人听不懂 但她还是做了告别 说完擦去眼泪 牵着孩子的手 跟我们离开 浩浩 轩轩 过来 小姨牵着你们 这位是李晴阿姨 这位是郭伟叔叔 他们都是小姨的朋友 放心 我们会保护你 路上要乖乖听话知道吗 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乱跑 要紧紧抓住小姨跟你郭伟叔叔的衣服 小姨 我们不带上爸爸 还有奶奶吗 姐姐面色一将别过了头 孩子还小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永远都回不来了 我们先走 你爸爸留下来照顾奶奶 奶奶身体不好 等她病好了 再一个街区传过去 绕着走 为的是趴在雪地上留下脚印 被某些人发现 两个孩子被关了两个多月 从未走出过家门 见到丧尸害怕得不得了 惊恐地大叫起来 被我们及时捂住了嘴 别怕 别怕 小姨会保护你们 你们把头低下 别去看他们 就当他们是游戏里的NPC 你妈妈说你们特别喜欢玩游戏 我们现在就是在玩游戏 这个游戏很快就会结束 相信小姨 小姨跟你们的妈妈一样 都很爱你们 在我的亲身安慰下 两个孩子果真冷静了下来 虽然脸上的空间 还未完全退去 但比刚才已经好了很多 再看到恐怖的丧尸 不会大喊大叫了 回去的路 要比来的时候轻松很多 虽然也会遇到游荡的丧尸 但都被顺利解决 一路上没出什么事 下午四点左右 我们终于顺利回到了公司 平时看着无比让人讨厌的大门 变得亲切许多 回家之后的一星期 我不敢松懈 每天拿着望远镜 躲在帘子后面 观察外面的情况 唯恐那伙人再出现 李晴他们说 我也太过小心了 那些人未必能找来 说不定已经被丧尸吃了 可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害死了贾克南的弟弟 他要是活着 肯定会找我复仇 现在肯定满世界找我 不能掉以轻心 为此我还做了一些准备 万一 如果万一他们闯进来 我会堵死所有的路 我们下不去 谁也别想上来 除非他们有能力 把大楼给推倒 回来的第十五天 贾克南的身影 出现在望远镜范围内 身边跟着的人不少反多 一行人气势汹汹 我赶忙叫回在楼顶 种菜塞日光玉的几人 躲回到楼下房间 让姐姐把孩子抱在怀里看好 暂时先别动 我突然想到 什么跟他们说一声 就要下楼 姐姐拦住我 你干啥去 去开门 姐姐愣了一下 你 你开门干啥 姐姐不懂 这个时候难道不是应该 把门给堵死 怎么还要开门 我来不及解释 就说我有我的道理 然后以百米冲突刺的速度 来到楼下 掏药时的时候 呼吸都没喘云 胸口憋了一口气没上来 几时了几次都没对准锁控 这时我已经能听见 那群人的说话声 就在他们马上要看到我时 要是终于被打开 我快速把钢索抽回 转身就跑 过了大概一个钟头 楼下传来动静 锁着的大门被撬开 有人进入了大楼 我们听见楼下传来 叮了咣当的声音 和脚步声 咒骂声 他们说着乌言会语 到处搜索 虽然知道他们听不见 我们还是凭住了呼吸 时间一点一分过去 一秒都变得格外漫长 奇怪 刚才我明明看见 一个人影闪过 怎么就是找不到人 他们找遍了整栋楼 什么都没发现 好在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听到脚步离开 我们全都长长地松一口气 我拿出望远镜目 送着他们走远 示意大家可以放开了 不必再担心 这时我才有机会 跟大姐解释 楼里有生活的痕迹 要是他们看见大楼上锁 肯定认为里面有人 找不到人 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离开 你们明白我意思吧 姐姐跟李琴定了一会儿 再理解我说的话 郭伟倒是听明白了 再次朝我竖起大拇指 四月 天气逐渐回暖 外面游荡的丧尸增多 速度加快 大街上很少见到活人 一片冷冷清清 那几个人也都没再出现 不过他们离开时 并没有关上大门 导致有丧尸走了近了 绕在楼里出不去 楼顶的青菜 长势极好 已经可以吃了 李琴跟姐姐做了一顿 在末日来说非常丰盛的饭菜 让个孩子像在笼子里 快饿死的小鸟 现在又重新活了过来 奔跑打闹 充满活力与童真 晚上睡觉时 李琴还会打着手电 跟他们讲故事 早知道孩子这么可爱 我就早点结婚了 李琴笑着说 男人可以不要 孩子可以有 在楼顶 即使现在大声说话 也不用担心会被人听见 有酒有肉 有饮品 大家吃着肉 喝着酒 聊着天 晚风惬意 小孩子品着饮料 手里把玩着 从楼下找到的玩具 脸上洋溢着笑容 最后一人再来一碗青菜 腊肉面 自热锅当火锅吃 末日第五个月 我们正在屋子里睡午觉 被外面飞机轰鸣声吵醒 从窗口向外看去 一架直升机 正往那些曾经标记过记号的地方 投放物资 那些物资像沙漠中的湖泊 给现在绝望中的人带来希望 可是 大部分人都等不到了 我们见有物资 厚脸皮的在楼顶 做了个醒目的记号 因为不知道 末日会持续多久 自然是多多益善 打开物资 里面是压缩饼干 罐头 还有自热食品 一份够一个人吃一个星期 每个箱子里装五份 够吃很长时间 末日第六个月 外面又来了一架直升机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架直升机上 正在播放歌曲 通过喇叭传到下方丧尸的耳中 他们追着直升机跑 一日在查看 城市里的丧尸少了许多 但还有灵星丧尸 被困在某个房间 活着某栋楼出不来 末日第七个月 街道上开来几辆坦克 与几辆军绿色卡车 车子在市中心停下 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从车上跳下 手持冲锋枪 开始逐曲清扫 我们这栋楼也不意外 清扫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才停止 之后好久都没有直升机过来 偶尔来一辆 也是为了投放物资 又是一年年关 大雪纷飞 夜晚 我们在屋子里点燃蜡烛 享受丰盛的年夜饭 屋子里的气氛温馨中 透着凄凉 浩浩问起了爸爸 妈 为什么爸爸还不来找我们 姐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随便找了个借口 搪塞了过去 我们透过落地窗 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 一年前外面还是万家灯火 闪烁着霓虹灯 心里都有些不适滋味 因先前投放的大部分物资 都无人认领 军方从一开始的一月一投 变成三月一投 再往后就不来了 我们的物资所剩无几 于是趁着降温 我们会两两作伴外出找物资 当然 过程刺激又惊险 但我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两个孩子 每次趁我们出去找物资的时候 都会偷跑出来 学着我们对那些 不会动的丧尸 喊打喊杀 当然杀那些 对我们存在威胁的丧尸 并没有什么不妥 可我觉得 他们小小的人生里 不该充满这样的杀戮 杀杀杀 我要杀了你们 杀呀 我拽着两个孩子的胳膊 把他们带了回去 我们做的事情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 我不想他们长大后 会变成杀戮机器 杀丧尸是一种自保手段 而不应该是为了杀而杀 把事情给姐姐说了 姐姐也不知道 该怎么改变这一切 之后我们遇到丧尸 尽量不动手 除非自身安全被威胁 郭伟搜寻物资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 居楼楼顶的太阳能板 他把太阳能板带了回来 安装在了房顶 距离上次断电很久以后 我们终于又能用上电了 李晴拿出充好电的电脑 给两个孩子播放动画片 让他们暂时忘记了 外面的一切 过完年 初五 天气晴朗 城市上空响起喇叭声 广大市民 外面的丧尸 已经被我们消灭 疫苗初级阶段 已经研究成功 请活着的市民做好准备 一个小时后 到西桥上集合 我们会派人 护送你们前往安全区 一架直升机 落在了楼顶 我们已经注意你们很久了 你们也不容易吧 国家急需人才进行建设 孩子也需要接受 良好的教育 他们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邀请你们 跟我离开 我满含热泪 回头看看大家 觉得是时候该离开了 为了孩子 我们只是简单的 打包了一下行李 就上了飞机